经修问的,常说心尽自然凉 这个尽是清尽 经常冲水淋雨 坐在冷气里面都会感冒的 是否天生汗性发达 还是他的心尽起伏太多 过人体质确实不相同 这个很容易见到的 有些人怕冷,有些人怕热 过人的体质不一样 体质不一样,过人夜暴不相同 新加坡这个地方是热带 温度平均都是在三十度以上 所以在这个地区 冷气几乎是一年到头都开放 如果在北方 夏天冷气,冬天就开暖气 可是真正的身体健康 他不需要这些 那么这种人太少了 所以我们也要随顺大众 那么现在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了 讲堂,念佛堂都是冷气开放 没有冷气开放 大家不来了 所以我们一样一样都要随顺 那么太冷了怎么办呢 我们衣服穿厚一点就好了 不能够妨害那一些怕热的人 所以我们在讲堂里面 诸位能看到 有的穿得很薄 一剑汉衫 有的人身上还要包几个毛巾的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